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交錯戰線終於在台服正式上線了 那這部影片的重點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新手池以外 到底該抽哪一池 還說資源升起來會比較好 畢竟在有限的情況下 一定要好好規劃才行 至於還沒有訂閱的觀眾們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康的重要資訊 接下來我們就啰嗦趕緊開始吧 首先目前正在開放的池子 第一個是常駐池 這個基本上完全不用碰 因為中獎率真的很低 抽這個就等於是直接丟水溝的意思 所以千萬別抽 接著目前我看到最多玩家抽的是 限時UP的銀 那他的定位是-C 強勢點在於單體爆發 以及機甲召喚 但各位要知道銀其實並不是限定角色 之後在所有的卡斯中都有機會歪到他 另外他大概一到兩個月之後 就會被利普斯取代 不過以現階段來說 強度確實可以算是T0級別的沒有錯 如果預算足夠的話 是可以抽的 只是非必要 畢竟他都是單體攻擊 推圖並不強勢 如果各位真的要抽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建議隔壁的訂製構建 但請等影片講解完之後 再決定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限時的心願清單 我會建議大家在這邊選擇 爬音或巫靈 這兩隻是相當強的T0補助人選 至於沒有認辭的話 就是認辭優先 首先巫靈的小招可以提升我方全體攻擊力 並且回復能量 至於能量的重要性 我在早上的影片中已經提過了 這邊就不再贅述 然後大招的部分可以讓隊友立刻行動 並且提升攻擊力 基本上再動這種效果 在回合制的遊戲裡都是很強的 而且小招又能回復能量 讓隊友使用技能 所以巫靈相當強勢 可取代性極低 而爬音則是強在小招有護盾 然後仰可以回能 大絕擁有全體奶以及加速增傷 這兩隻都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但巫靈的順位會更高一點 因為爬音擁有夏威替補 也就是五星的隨想曲 技能的部分擁有很不錯的回能 接著特性方面 使用大絕的時候 會隨機給隊友獲得 提升攻擊、提升暴擊、加速、回血 其中一種效果 所以確實可以取代爬音 只是比較看運氣 因此如果各位想抽的話 我並不推薦贏 反而比較建議爬音或巫靈 然後這邊我必須說明一下 卡池的保底機制 這個剩下兩次 並不是代表只要20抽的意思 而是指你歪到其他六星時會減1 等於最多歪兩次 直到第三次才會避重心願 那每次保底最慘都是50抽 所以最多就是150抽 才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但我不確定台服在時間內 有沒有辦法抽到150抽 因此要不要抽就看各位 那我個人是建議可以先忍忍 確定有150在下手也不遲 重點再次提醒 千萬不要花燦金去抽角色或是買造型 因為這個除了系統給的那些 剩下的都是要花鑽石才能拿到 所以我們必須先全部拿來用在燦金投資台行 否則一旦花掉就只有課金才能補回來 那基本上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還有不同的地方歡迎留言詢問 以上就是這次為交錯戰線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吉雷哥哥,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